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的心 所以然 逃不出天地的发言 你不能说 没有人会知道 那你就错了 你参加过星空夜雨的人就知道 不要说逃过天地的发言 你连导师 这隔壁大南海都逃不过 是不是 所以每次星空夜雨完以后 就很多学生就来问我 导师为什么 你就听他们的声音 你就完全可以断他们的鸡胸祸福 而且知道他们那么多的秘密 怎么那么厉害 没那么厉害 这都是诡计 对吧 所以你就怕你不走 就怕你 没 对不对 没有这观念 你以为别人不知道 别人都知道 只是 天地说不说而已 真的是这样 所以如果是如此 如此的真实 听好 如此的真实 还不是随便乱盖一通 那你就要很小心 那不能开玩笑 你随便一个起心动念 天地就把你记起来了 你随便的一个生活不注意 血气不对 天地也知道 那你的分秒节 你所对应的 大自然之间 是不是 所对应的人事物之间 还有对应着一些 你看不见的 互动之间 跟你都息息相关 跟你都急凶祸福息息相关 如此重要 你竟然掉以轻心 怎么可以如此 所以 你没有办法 每天参加星空夜雨 对不对 像星空夜雨已经算多了 以前是有 莱拉斯团才有星空夜雨 现在已经 网上还有星空夜雨 你在那么多次的 实际参与中 你的确确确看到 听到 真的不能随便 弄得不好 导致都会知道 这事情就大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乱来吗 不可以 你可以乱想吗 不可以 你可以乱吃吗 不可以 可以乱做吗 不可以 那导致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立地成佛算了 要不然那么生活那么苦 是不是 这也不能想 那也不能做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要跟天地相共争 当你跟天地的真理 你的差错就不会那么大 几乎没有 没有差错 对不对 你跟天地越行越远的时候 后面所衍生的 就这么现实的 就会影响了你 就会影响了你今生或来世 所以你想通了这道理 现在好好地学习 如法的实修 对谁好 对自己好 这不是 不是每个礼拜 导师跟你 没事 天天跟你讲说 如法实修 如法实修 因为这四个字太重要了 新进的学员 先让你知道 如法实修 什么法 太阳圣德所教你的所有方法 一道说